我的名字叫尤罕布雷克 我出生于雅买蒙特格湾市 我的爸爸维达和妈妈雪莉 有七个孩子 我排第六 我们早年挤在一个只有两间房间的居室里 与邻居共用一间室外浴室 就连家里的店里也来自非法连接 这艰难 因为房子里只有两张床 你要知道房子里窗户被打碎了 地板也腐烂了 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张床上 雨水从屋顶落下来 简直太疯狂了 爸爸当过调酒师和裁缝 但家里的钱仍然很紧 所以我经常逃学 就想挣几美人来帮爸妈购买食物 有时我会收集丢弃的瓶子 在当地的商店兑换 有时我为邻居做庭院工作 有时我不得不向教堂要钱 在小学我因为太小而被欺负 我记得妈妈送我上学时 穿一双便宜的红色高跟系 那是她唯一能买起的 我过去常常不穿鞋 因为他们太愁了 我不能让我的朋友看到我穿着他们 我很惭愧 直到遇见了这个人 才让我走出了原本那贫瘠不堪的生活